大家好,18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同英国外向发展大臣拉米举行会谈 王毅在会谈中指,英国工党政府提出发展长期稳定有战略意义的对华关系 中方对此是积极评价,中方同意全面恢复两国各领域的对话机制 王毅表示,中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营体 应当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维护者 应当对全球性挑战合作者,实现国家发展的同行者 今年8月,习近平主席同萨默首相通话,就两国增进接触深化合作达成绕共识 提振了双边合作的信息,中方愿同英方一道 以两国领导人共识为引领,坚持相互理解尊重 坚持把开放合作作为主基调,深化战略沟通 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英关系进入稳定发展的新阶段 王毅说,最近一部电影叫做《李斯本凡沉默的电影》 讲述二战期间中国渔民奋勇救助英军俘虏的故事 让人们得以重温中英并肩作战,抗袭,法西斯共同记忆 中英关系从历史中走来,现在站在新的起点 英国工党政府提出发展长期稳定有战略意义的对华关系 中方对此积极评价 因为这符合两国关系历史逻辑和现实需要 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潮流和国际大势 台湾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不干涉内政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双方应相互尊重彼此关切,在平等相待旧上加强对话 增进了解,为交流合作营造氛围 中方同意全面恢复两国各领域对话机制 积极开展贸易、金融、绿色发展、科技、卫生、教育、人文等领域的互联合作 世界正面临前所谓的挑战 大国竞争不应成为这个时代的底色 中方的愿同,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一道 加强对话合作,共同承担国际责任 坚持真正的多变主义,切实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开放、发展 拉米表示 英国政府致力于以连贯相互尊重符合双方长期利益的方式 加强同中国的对话合作 有效管控分歧 英方在台湾问题上恪守建交时的承诺 并将长期兼职 英中在广泛共同利益 两国间不应有铁木 英方期待同中方加强高层级各级别的交流和对话 扩大气候变化、能源、环保、科技、贸易、投资、国际发展等领域合作 开启英中伙伴关系强劲发展的新政策 英国同中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理之国 维护世界和平、安全、负担、特殊责任 应共同维护自由贸易 致力于通过外交手段应对地盐危机复杂挑战 双方就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缅甸局势 回热点问题交换了一起 英国的外交大臣拉米周五在北京表示 其对俄罗斯军事支持可能会损害中国与欧洲的关系 工党的萨默切分上任以后 拉米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英国大臣 欧洲媒体认为经过多年的几张关系后 虽然中英关系开始解冻 但伦敦在英国外交大臣访问中国之前 承诺拉米将在乌克兰战争、香港等与俄罗斯关系、人权等问题上 与中国方面对话 拉米在外交部的声明中表示 重申了对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 可能损害中国与欧洲关系的担忧 他还敦促王毅采取措施调查 并阻止中国公司向俄罗斯军队供货 中方呼吁和谈 呼吁尊重所有国家领土完整 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也包括在内 但中国从未谴责俄罗斯 自俄乌战争之后 北京和莫斯科的军级军事关系甚至得到 拉米是周五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同王爷会面 英国外交人还告诉北京 在某些领域北京和伦敦仍存在不同观点 但他表示希望两国能够找到空间 以建设性的讨论该领域 我们谁都不希望局势升级或进步不稳定 王毅则表示 英国反复批评中国镇压香港民主运动 导致关系紧张后 中英双民关系处于新的起点 萨默则呼吁释放黎智英 英国外交部周五对中方重复了这一信息 就在拉米访问北京同时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证实 平民将于21号前往俄罗斯的喀山与普京会面 俄罗斯媒体证实普京的周五 在会见金庄国家主要媒体负责人时谈到 我们现在在能源领域非常活跃 众所周知我们一定会发展这些领域 我们正努力在中国核电站建设两个机组 我们提供大量能源 包括石油和天然气 我们将扩大这种合作 我已经说过 这对我们有用 对我们的中国朋友来说 也是个非常可靠的来源 因为它不受任何外部影响 这是一件非常基本的事 不应说中俄两国还在扩大农业合作 感谢中国朋友在符合中方利益的领域开放市场 包括农产品供应 例如猪肉和其他商品 当然这些都是传统性质的东西 我们必须主要于未来 这里最重要领域当然是高科技合作 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遗传学太空 美国自2020年以来 已经制裁了100家中国大陆和香港实体 普京在周五的发言中说 美国晚了15年 它无法阻止中国的发展 这不可能做到 就像不可能叫太阳不要升起一样 它还是会升起 经济发展有客观过程 与无数因素相关 这种遏制中国发展的企图 对美国本身产生了负影响 使他们许多产品生产净率下降 在普京看来 过去几十年的合作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美中两国的经济是互联的 这一点大家都明白 普京还表示 俄罗斯与中国和第三国的结算使用人币 我们与中国的贸易中95%是卢布和人币 顺便说一句 我们还使用人币与第三国进行结算 这有助于加强人币作为国际货币单位的地位 普京还套路金融国家正在努力 组织中央银行之间的金融信息交换 这将类似于国际清算系统SWIFT 那么现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 让西方对中国的各种围堵制裁 可以看到力不从心 因为美国还有包括像英国 这些俄罗斯大型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和围堵 因为有了俄乌战争 因为有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 使他们不能完全的对中国放开手脚 因为他们现在最担心的是中国和俄罗斯走在一起 特别像英国像美国这些国家 对中国一直是进行制裁的 没有进行军事打击 进行的是经济的围堵 但是正是因为有中国和俄罗斯在科技 在军事上 在各个层级的这种扩大的交流 使得美国非常担心 中俄在美国围堵俄罗斯 成功之前就真的和俄罗斯结盟 那美国的战略就失败了 所以你看到英国也好 美国也好 他必须改变对华态度 但是英美还是要围堵中国 只是方法换了一个方法 但是像普京讲都不会有效果 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在讲 中国俄罗斯合作的这种历史性 也是历史的必然 而且我是在2020年2月24号 俄战争以后 我就一直在强调 中国要加强俄罗斯合作 当时我就看透了 给大家说的也很透 但是现在还有一群人 还在坚持中国应该放弃 俄罗斯合作 还在坚持 要俄罗斯开战 俄罗斯先打 那么实际上这群人 我一直在讲这群人他已经不是傻了 他们已经不是傻了 所有人都能听懂 所有人都能看懂 只要是一个成年人 有正常的智商的话 都应该知道美国英国想做什么 不就是军事上先把俄罗斯肢解掉 消耗掉俄罗斯的军事能力 然后下一个围堵你中国 那俄罗斯想帮忙 他也没有能力了 那么肢解俄罗斯以后 肢解掉中国 英国和美国将永远控制欧亚大陆 你这个时候还在帮英国美国 去让中国和俄罗斯冲突对抗 你这个是什么想法的 你再看看现在英国大臣拉米访问北京 黎智英这个东西他也不提了 黎智英被抓下去多少年了 现在也不是过去了 现在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也倒转了 也不是你英国现在发号施令 让中国做什么东西 因为你现在面临什么面临和俄罗斯直接的冲突 我中国呢 我中国是你要争取的对象 你跟我还发号施令 所以港独那帮人实际上实际是被美国 被英国抛弃了 你玩的这些东西最后都是被美国 被英国当成一个地缘证工具而已 利用你和中国的谈判作为一个筹码而已 那你现在你的英国和美国在和俄罗斯冲突 正在拉拢中国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就被人家放弃了 我一直在讲 就是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 在地缘证上对美英冲击非常大 后面中国可能会在台问题上完全统一 俄罗斯也会发挥很大作用的 所以这次新兵法门喀山 美英非常关注 是高度关注 年底还有可能还有一次 对台军演 这一次军演会不会就直接登岛 现在都是未知 有中俄对表吗 相互对表 对表结束以后 地缘政治讨论 那该出手该动手 那就动手了 所以我一直在讲 现在美国和英国很紧张 他拿中国没有办法 现在是美国和英国史上浑身解数 在和俄罗斯 在场下厮杀 英国 那坦克都已经部署到乌克兰了 东部 现在被干掉两个 挑战者二 被干掉两台 全世界装甲最后的坦克 那个坦克 全世界没有比他还再沉的了 那个坦克是世界最沉的坦克 装甲后 最后炮塔打飞了吧 你看我在那个俄乌战争 那个频道做的那些节目 底层逻辑频道做的节目 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70多吨 快100吨的东西了 100吨 那是什么坦克 照样炮塔给你打飞 什么西方 什么美国 什么英国 什么北约的装备 无敌 都是吹出来的 所以俄乌战争不光 让俄罗斯和西方撕破了脸 还让英国 让美国 它的底裤被扒下来全世界看 你的装备到底怎么样 你和俄罗斯这种装备 真的和俄罗斯开战的话 打击的效果怎么样 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 那这个时候你看看中国 过去中国人还很迷茫 吹这个暴事系列 吹这个挑战者 7多吨 觉得他装甲无敌了 打不透 现在看了吗 我打你 就跟打的什么事 开瓶罐 是帮一下 你的炮塔就飞了 所以 这个现代战争啊 实际上把很多东西都重新检验了一下 而且呢 很多世界关系在重新变化 你再看现在在台湾的地上 你再看看英国 美国在台湾的地上 只能嘴上说一说了 很多行为他不去做了 所以我一直在讲 就中国现在在台湾的地上 因为有了俄乌战争 因为有了和俄罗斯的合作 让美国在台湾的地上 其实很被动 所以他现在不断挑动 像菲律宾 像南海这些国家 挑战中国 其实就不希望在台海问题上 现在和中国直接冲突 直接冲突的结果 就是美国 他会失去盟友的信任 你说保护台湾 结果你自己抛弃了台湾 那你的盟友体系就崩溃了 另外你下场跟中国打一旦打输了呢 你不光是盟友体系崩溃了 你在全世界体系都崩溃了 所以美国在台湾的地上 他现在是骑虎难下 打 有可能打不过 打不过自己整个世界体系崩溃 不打 亚洲体系崩溃 所以你看中国和俄罗斯合作以后 美国在亚太地区 其实是非常矛盾的 而且呢 现在来看 中俄不能结盟 又是美国的底线 美国现在是深陷泥潭 所有的逻辑 美国就是不能和中国打 那么也就必须让盟友上去 让日本代替美国和中国打 那这个时候让日本就非常着急了 日本呢 韩国在朝鲜美岛想 跃跃于是我呢 我不能和中国打 那结果俄罗斯和朝鲜在半岛又结盟了 想打朝鲜 想打这个最弱的北朝鲜 结果朝鲜和俄罗斯结盟 给了朝鲜和保护伞 你说现在美国在整个东北亚 在全世界 在任何围堵中国俄罗斯和伊朗 这个方向 都是吃鞭了 都是不能大顾问的作战 另外 中国和俄罗斯结盟以后 那么欧洲方向 那就不是一万多朝鲜兵了 那可能120万解放军了 那整个世界大战了 世界大战以后 欧洲现在被平推到哪 那可能被平推到巴黎了 都不是平推到维也纳了 所以英国这个老牌帝国 他就看得很清楚了 他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对 所以跑到中国来 寻求和中国的合作 这也是现在英国寻求改变和中国 这种关系的原因 还有一点 就是欧盟 现在被窜到的和中国打贸易战 英国早就脱欧了 英国脱欧以后实际上是被欧盟排挤 但是现在看欧盟和中国闹掰 欧盟的很多商品被中国制裁 英国突然发现自己可以替代欧盟 很多欧盟被制裁的商品 奶酪也好 酒 一些酒水也好 立刻欧盟被制裁以后 英国的产品就可以替代 进入中国 所以英国这老牌帝国 它实际上是要寻求在欧盟和中国贸易战中间 它要获利的 所以这也是英国现在大胆的 积极在寻求和中国恢复关系的原因 还有一点啊 英国这个国家也不会出兵台湾的 台湾千万不要幻想英国上保护你 英国和中国在50年代就建交了 有时全世界和中国打冷战 制裁中国的时候 因为英国就第一个选择和中国建交 因为英国它要做什么 它要做所有国家的中间人 我和你所有国家都要做贸易 贸易利活 它怎么可能放弃和中国的贸易呢 放弃和中国的合作呢 这也是中国最后收回台湾 收回香港的底层逻辑 我后面以后再讲 为什么 因为英国要全球贸易 它就不能失去在南海 在中国这个方向 所有的海上通行的便利 海上通道它不能失去 那么解放军如果封锁了 香港周边还有南海 那英国还能进行贸易吗 所以英国最后啊 像萨切尔夫人怎么谈 最后还是把香港回归还给了中国 英国要通过南海 通过大西洋 印度洋 太平洋 所有的海上通道进行贸易 这才是英国的立国根本 它是海洋情国家 它是绝对 那么现在你可以看到啊 整个的这个南海 中国和美国在竞争 英国也是适时的开始寻求和中国的合作 人家英国也在两边下注 反正你谁赢了 我在南海 在整个的太平洋到印度洋之间的贸易通道 畅通无阻就行 所以一定要看懂英国啊 它这个国家的本质 那这一点上实际上美国就没有退路了 所以美国和英国也是有不同 我个人觉得中国一定要抓住俄罗斯 要拉住俄罗斯 从战略上讲 俄罗斯对中国的崛起 未来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很多人啊 我看到这很多留言 让中国是放弃俄罗斯 选择和西方合作 不是你选择和西方合作 西方就要和你合作 因为你现在啊 在对美国来说 是美国最重要的竞争对手 是对手 他要和你竞争 他是不会和你合作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俄罗斯不被美国拉过去 你把俄罗斯拉在身边 对你最有利啊 这不是最简单的逻辑吗 怎么中国人到现在都不懂的地缘政治呢 合纵连横呢 还让我不断的给你解释 我现在在互联网上看到很多 还在要中国和俄罗斯开战 是不是收复远东那种东西 你就是收复了远东 你最后双方啊 各自都受损失 美国在边上哈哈大笑 那美国呢 对你的围堵呢 你最后你要什么呢 你要是要和俄罗斯争个你死我活吗 还是要超过美国呢 所以我一直在讲一个道理 中国人一定要看懂谁才是你的竞争对手 俄罗斯不是 普京人都说了 我不是要和中国竞争什么世界第一经济体 我们俄罗斯就是想完成我们俄罗斯 在欧洲方向的地缘政治 特别是黑海方向 地缘政治重新洗牌 我们不希望北约东扩威胁到我莫斯科的安全 就这点要求 他不是要和中国来争夺世界第一 那么美国是中国未来长期的经济上的竞争对手 是要长期打压中国 围堵中国 因为中国才能挑战美国 你怎么把这个问题想错了呢 怎么把俄罗斯当成敌人呢 主要矛盾不是美国吗 那你怎么和俄罗斯掐钱呢 这不有病吗 我就一直很难想象这帮人 你再看看现在英国的态度 中国和俄罗斯走近以后 那些其他国家 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态度 你可以想象 他们很多之前想做的事 他不能做了 嘴上天天骂 他不能做 为什么一做了 中俄真的结盟了 欧洲被平推了 这不是朝鲜士兵进入欧洲了 那是解放军直接进去了 中国的炮弹 那开动马力生产吗 产能过剩 他妈炮弹什么时候产能过剩 炮弹永远产能不足 欧洲完蛋个屁的了 他欧洲想对中国制裁 他不能做很多东西 这就是和俄罗斯 现在合作的原因 我们未结盟 但是我们合作 让欧洲 让美国非常难受 我现在在合作和结盟之间 就是你欧洲你们选择 你和美国你们选择 你往前一点 我们就结盟了 那你缓和和我的关系 当然我和俄罗斯关系 就可以保持现状 至少我会保持一种中立 你看 现在让美国 让欧洲 就非常难受 另外还要对付朝鲜 你记住 朝鲜绝不像你想象那么简单 就是几个士兵 跑到乌冬去作战 朝鲜未来会有什么 会有朝鲜的看门武器 那些炮弹 那些装备 会全部进入俄战场 另外 俄罗斯和朝鲜会合作 在东北亚合作 核设施 包括核潜艇 相关的技术 日本 韩国 未来在东北亚 以为能够维度中国 俄罗斯 在海 海下力量 特别是核潜艇力量 现在看 有了俄罗斯 支持朝鲜的海 海军力量 潜艇力量 甚至可能会对抗 韩国和日本联合舰队 最后还是我的观点 一定要联合俄罗斯 抓住俄罗斯 未来你中国超越美国 你更要抓住俄罗斯 不要让俄罗斯成为美国的工具 不要让俄罗斯成为美国 对付中国的一个抓手